受贞单位将一包包白米 以及一箱箱普渡共品礼盒搬上车 这里是内湖百年土地公庙贵族宫 八年前在当时担任立法委员的台北市议员李燕秀号召下 将信众普渡的共品转赠给弱势团体 像在诚心祭拜好兄弟祈求平安的同时 也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贵族宫在我们内湖立山街 就是我们这个旧地名叫山脚 在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上百年 那我们其实每一年的中原普渡物资都非常的多 那自从李燕秀他当上立法委员之后 他就跟我们这个庙来联系 把这个多余的物资可以送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 所以我们今年是我们第八年这么做 普渡之后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物资在 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把这样的爱心直接捐赠出去 我们普渡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平安 这个平安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社会上有更多的人需要 所以我们就过去我们一开始只是把普渡品 一起做一些捐赠的一次分享出去 给荣福处的各单位 那我们后续陆陆续续这个新闻有更多人知道之后 有更多地方的好朋友加入不同的公庙加入 那甚至其实贵族公跟我们的丰安公只是其中一个 现在其实陆续从八年前开始陆续有很多的公庙 都一起在普渡把贡品当作后续的捐赠 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爱心 这项持续八年的公益活动获得外界好评 不但许多企业及民间善心人士响应 新北卢州丰安公也加入 捐出两千斤百米及数十项民生物资共享盛举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 也是捐赠物品给各地方的慈善机关 那因为这因缘机会 我一个很好的大哥大嫂在这边服务嘛 所以想说他邀请我说看他们一起来 来这边参加 所以我想说共享盛举很好啊 每年我们的物资也还蛮多的 那很多善心人士都说要捐赠给这些慈善机构 那我想说团结力量大 那我们就把他全部集合到这边来 一起来做这个善事 中远普渡相关的救助活动是我们 台湾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 那我觉得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 我这个很高兴 我想除了我们贵族工以外 我们其他的公外 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会来参与 我们的理事啊 赵理事 他刚好有这个贵族工的这个捐赠仪式啊 所以我们很乐于参加 我们就来参加了 希望以后每年都有机会来 受贞单位包括华山基金会港湖站 士林荣誉官护人协会 台湾稻计爱心会 永吉康复之家 生命力乐活福建会 巡礼会内湖教会 及港湖区清寒贫困户 甚至连远在屏东雾台乡的贫困户都受贵 贵族工这边的话 他们提供了物资 然后提供了钱的部分 然后可以照顾我们这些弱势的长辈这样子 那贵族工一直都在 很关心我们华山 然后一直都有捐给我们华山这样 很多年 对我们长期配合多年 除了捐赠中原普渡贡品做善事 相传日据时期就建庙的贵族工 每年在端午中秋及元宵等几大节日 也会分送民众平安邮饭等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信念 希望让土地工的爱心 庇佑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和民众平安邮饭等 和民众平安邮饭等